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声久违 因为前几天因为休假 没能及时更新节目 从今天开始我们尽量能够正常的播出 今天我们先讲一个貌似和中国没有关系的新闻 其实后边还是大有关系的 请我慢慢到来 这个新闻发生在Jersey City 就是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一个主要城市 Jersey City 昨天发生了枪战 今天有最新的进展 新泽西州 泽西市的市长 今天说星期二闯入这家犹太超市 并和警察展开枪战的这一男女嫌疑犯 是蓄意选择了这个攻击目标 因为这个商店的主人是犹太人 所以根据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些信息 很有可能 这个这次攻击啊 造成了六个人死亡 这里边的原因可能是和反忧主义有关 当然新泽西州的这个总理产长 告诫人们不要急于下结论 他说当局人家调查 但是根据华盛顿邮报 在刚刚一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消息说 他们看来倾向于是仇恨谋杀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那就是因为这两位凶手是仇恨犹太人的组织 其中的关键成员 这个组织呢叫黑西伯来以色列人 这些组织经常恶毒攻击白人和犹太人 还有不断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当局还正在查看这些凶手的社交媒体的这些贴文 以便更加准确的来把握这个作案动机 这个黑西伯来以色列人 我觉得应该叫做这个非裔西伯来以色列人 因为在美国啊 不轻易用白和黑来表述这些冒犯 那么有一家机会叫非盈利民权组织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已经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非洲裔西伯来以色列人 列为黑人至上主义组织 华人员报的这篇报道 有两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一个呢就是 警察和凶手是在下午12点多开始交火 那么到下午3点多 这个全副装备的这个装甲车 才开到了这个事发现场 这样警察才能够加大火力进行猛攻 终于结束了这一场这个强战 很遗憾的是就是在这当中啊 六个人已经死亡了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警察的这个做事的方式啊 啊那跟美国这个企业运营和他的文化里边 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东西啊 是一脉相承的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情况下 在中国或者其他世界其他一些国家 他在这个警察的这个操作制度上 没有这么严格 那关键时刻人民警察建议永远就赶紧上 管他有没有什么防弹衣 有没有装甲车 那可能就把事情解决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会造成比较大的伤了 但是在美国这个案子里边 也包括前些年美国的一些凶杀案 还有枪击案里边 我们都看到啊 美国警察是严格按照操作程序来处理这些案子 啊这个啊 从效率上讲确实低了一些 否则如果警察第一时间就进行强制啊 去将这个啊 枪手啊制服的话 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伤亡 那么另外一点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在这个文章里边 记者采访了一位叫全美犹太人联合会的一个领导 他呢是来自纽约的布克林 这个组织也在纽约的布克林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 他说这两个凶手的行为 是对美国叫多元文化主义的冒犯 那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我想也是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重点 为什么呢 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 那就是美国是个移民的大熔炉 比如说纽约吧 应该是从75%以上的纽约人都出生在纽约以外 甚至很多人都是出生在国外 所以这是美国啊 尤其是纽约有这个大熔炉之称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各种族裔各种文化都可以得到百花齐放 百家争名 美国呢 在这个族裔平等啊 不能搞这个性别肤色族裔的歧视 这东西已经成了相当于中国的思想基本原则了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大家起码应该做到表面上的客气 真正的落实到行动里面搞这种歧视 在美国早就过了这个阶段 那么这两个凶手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 害人害己 动用暴力去杀害了几位和他们可以说并不太熟悉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族裔是犹太人 他们就动手杀害了对方 这是典型的叫仇恨恼杀 甚至有一点恐怖主义的这种嫌疑 所以这一点恰恰是对美国这个多元种族主义的一个伤害 因为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就是在前几天的那个我这个节目的姊妹片 评定天下这个节目里面 何老板也非常精辟的谈论了 就是美国的 现在的这个反恐政策和中国打引号的 在新疆搞的这个反恐政策做对比 说白了 如果是中国的做法有模仿意义的话 美国在911以后就应该立即在美国全境 召开这个叫穆斯林强制学习班 把所有穆斯林意义的这些美国人或者移民 全部集中到美国几个大中心里面搞培训 学美国宪法 学川普学这个或者是奥巴马的讲话 布什的讲话 这才像话是吧 这才能所谓叫去除极端思想 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如果美国这么做了的话 就是说仅仅是因为一部族群中的一小部分人 怀有这种极端主义思想 你就把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的帽子贴到了这个族群身上 从而导致了这个族群和主流社会的疏离甚至是仇恨 这恰恰是恐怖分子想要达到的目标 如果美国这么做的话 就恰恰中了本拉登的下坏 但是美国人没这么做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美国的各界 尤其是执法当局 反而是大声疾呼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千万不要歧视穆斯林 那么事实上在后来一系列的反恐操作里面 穆斯林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是执法当局的配合者 其中也有很多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这样让美国这恐怖主义在美国并没有做大 这些年以来 自从2001年921恐怖袭击这么严重的事件以来 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作为种族这么复杂 人口这么多 个人权利这么有保障的一个社会和国度 恐怖主义并没有大规模的出现 但是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社会 这些年关于移民的争执也是此起彼伏 反优主义更是由来已久 但是美国毕竟有这样言论自由 这样一个历史的传统和法律的保障 所以不管这些人的言论有多离谱 在法律上这种言论他不违法 所以执法当局他不能像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似的 仅仅因为人的言论他就可以对某些人采取特别的措施 甚至是强制措施 比如说开补习班这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泽西出现这种仇恨谋杀 可以说既让人觉得非常的痛惜 也让人觉得这就是美国他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阵痛 那么除了何老板在节目里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我觉得非常精辟以外 那就是说如果911以后美国也搞培训班 那恰恰中了恐怖寸子的下怀 另外我还要说事情的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今天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中也有很多人义愤填膺 说美国自己的这个仇恨谋杀都这么严重 光天化日之下拿着长枪就可以闯进超市 把人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店主给杀害 他们怎么还有闲心有这个资格去管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中国的新疆问题 中国新疆如果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那岂不是很多的这个这种恐怖事件也会随时发生吗 说实话对于这个反应啊 我感到心情非常复杂 以前呢我的心情面对这样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大家作为知识分子 也是读过不少书见过不少事啊 那个长时间从事这个媒体工作 有很简单的理由可以开导他 那可以说比如说美国这个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这些事件 大部分都是治安事件 他并没有一个成千三百人参与的这样一个社会规模 但是随着美国的校园枪击案 以及向泽西发生的这种仇恨谋杀 日渐增多 那我们也不由不得不或者说 对美国这种既可以引以为傲 又可以让人担心的这个多元种族文化 如何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这个方面实在是伤透了脑筋 当然我们不赞同那种强制办学习班的方式 因为说白了 一种强制并不比另外一种强制更高尚 尤其是在背后是这个公权力的时候 那我们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所以对中国新疆产生的这些报道出来的这些悲剧 和这些令人痛惜的这个家庭分离 亲人失踪的这种案例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非常的痛心 但是到底怎么样能取得这样一个平衡 我想美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先例 当然我的水平有限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些真知作鉴 比如说生活在加拿大的 生活在北欧 丹麦瑞典芬兰的这些国家 它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为什么那些地方就没有发生 这么严重和频繁的这些强制事件 我们听听观众的这种高见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关于中国新疆的这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处理 我们看到那真是一场罗生门 但实际上在我看到 更多的像是一种叙事方式 和这个公关的一个对决 说白了 坦率的讲 我们今天不想说大道理 应该怎么说呢 中国的一般地方的这些领导人和公务人员 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应该是差不多 他们应该是没有主观上想去害谁的这个愿望 所以比如说这个当我们看BBC拍摄的这个走进新疆这个纪录片 在新疆政府的安排下BBC去采访一些赛教育营 我们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悠哉乐哉的一些场面 当然那里面有摆拍的成分 这不否认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说这个新疆上上下下全都是用这种强制的压迫的或者是剥削的方式搞的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确实不了解 但是从后期西方媒体披露出这些案件看都已经足够有震撼力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里面是一个叙事方式的对决呢 那就是中方即使知道这个在新疆这个职业在教育营的执行里面有些偏差 那他们也不敢承认 因为一旦认了 这就等于是因为中国是上下一盘棋嘛 那就等于这是你的这个国家行为 所以这样的话也给他自己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被动 但中国这个情况呢 它确实就是非常复杂的 就任何一个问题啊 你乘以14亿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你除以14亿 那就是一个无限小的问题 对吧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新疆这样一个情况 在真相啊 不能找然于天下这种情况下 这个一边岛的攻击和一边岛的辩解啊 都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 我们希望真的这个东西要解铃还需记铃人 那么既然外界对中国新疆问题有了这么多的这个批判和指责 中国政府应该拿出一些国际老大哥的国际社会中的这个一个有担当的大国的这个气质 让国际的独立的调查力量去参与到这里边来 另外 对这种汉人违反中国的法律 对新疆 不管是国际族人还是其他族裔采取了这样一个汉人听闻的这个做法的这些部门个人也应该去严肃处理 在这个同时 你也向外界讲讲你们的初衷是什么 这当中有没有一些宝贵的经验或者说教训 我觉得都会公开的讲 你越压着这个盖子 那一旦有一个苍蝇飞出来 大家都会以为里面可能有一个是苍蝇 但实际上里面可能只有1000个 就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需要中国政府采取一个非常开明担当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回应这样一个问题 同时这个像泽西的这种案例 在过去一直是中国官方拿来反讽美国的一个超级这个炮弹 那就是说你们自己的问题没解决了 少对中国知识画脚 这个东西我们还真要看后面几天的一些进展 我相信像《红区时报》之类的 他们也会拿这个泽西这个事情做文章 我们到时候看一看他们也会有怎样的一些高见 同时又再一次呼吁我们的读者朋友 因为真的高手在你们里面 大家分享一下 像美国这种情况和中国这种情况 怎么样去有效的降低这个族群的盲目仇恨 减少这种弱性事件的发生 那说到新疆问题 其实在我心里一直长久以来就有一个问题 没有能得到解决 那就是新疆威吾尔族人大部分以伊斯兰教为主 那这些穆斯林他们如果受到了比较大规模 长时间高强度的这种迫害 那么国际上的穆斯林 他们为何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通筹敌开的一个举动 因为穆斯林向来以这个同生同气这个 共同进退著称嘛 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里面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回答 他以这个印度尼西亚为例 来讲中方是如何在印度尼西亚旧新疆问题进行公关 进行民意这方面的一些动作的 那印度尼西亚大家有可能一些朋友不知道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人口是最多的 那么在新疆这个事情建筑国际媒体以后 印度尼西亚的相关穆斯林组织也是十分的关注 其中一个叫穆哈莫迪亚他是拥有2900万会员 是印尼的第二大伊斯兰组织 那么他们就曾在2018年向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发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就媒体中报道的这个在教育人事件做出解释 那么在收到了这封信以后 中方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巧妙的 那就是他们马上邀请了很多印尼的穆斯林组织去新疆参观 同时也邀请了一些记者 那么在这些举动以后 印度尼西亚国内对新疆的这个问题的描述和观感就大幅改变了 当然在这个安排好的这个行程里面 还是相当有人情味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俗的 比如说来访的这些印度尼西亚穆斯林都被邀请和当地的穆斯林在青春寺里一起祷告 那么他们也参观了这些职业教育培训营的设施 回去以后这些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报纸上还有其他一些公开场合都表示 我发现新疆的这个情况不像西方媒体所说的这样 甚至有些穆斯林领导人他们还劝诫他们当地的国民 说不要只从媒体的这个口吻里面去了解新疆 当然这里面也有没有被捧战成功的 他提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穆斯林组织 到了新疆以后 他们见到当地的这些穆斯林弟兄 有些人显示出来很恐惧 不敢直输兄弟就不敢讲真话 另外一个直接跟他们说 说我们来这个被教育营 主要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清真的这个饮食特点 所以就把我弄这来了 所以就是这些消息建筑报端以后 他们就是曾经到中国来访问这些团员们 回去后受到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的警告 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还给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发短信 说我对你写的文章非常失望 你没有正面的反映新疆的情况 这个老兄一转头就把使馆发给他的这个短信 给了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也给报道了出来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的节目里所说的 中方一直强调自己的用意是好的 但当然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 我们也没有一手的调查 我们只能根据国地媒体的报道来理解这个事情 那目前看来 那这个东西还仍然是个罗生门 中方好的用意 就是在多大程度上 多大规模上覆盖了所有的这些再教育营 另外已经建筑报道的这些恶性事件 这些耸人听闻的这些事件 有多少是真的 如果是查实以后 你们怎么处理 这应该也是大众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因为总不能说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关了十万维吾尔人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强迫手段 种种的这种非常恶劣的手段 强迫他们进行的 那另外三分之二 这个手段没怎么恶劣 那就用这三分之一来 这三分之二来证明那三分之一做的合理 那这个东西恐怕难以资源其说 我们看一看这个后面的一些反应怎么样 那么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看来 中方在新疆的问题上 在公关的手法上反应也是越来越快 也是体现出来这个钢油相继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很会现在很会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统战工作 那另外啊 关于国际上全球范围的穆斯林 为什么没有救新疆问题 集体行动或者说采取比较强硬的姿态 这个问题啊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很值得关注 那就是沙特 那么这个问题啊 因为在这个节目里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讲了 请大家一步到这个节目的姊妹片 听另外一位绝顶高手 那就是明镜的马俊老师 他来为你一一讲述 为什么沙特在整个的时间里边 也没有这个鲜明的表态 或者采取非常有利的措施 来支持新疆的穆斯林 他们和这个我们听了那个节目以后啊 可以对照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可以看到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 马俊老师是中东世界的这个 时事方面的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高手 讲的东西啊深入浅出 请大家到那个平定天下 那个节目里去观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香港 最新的进展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林郑月娥和北京 口口声声引以为傲的 就是说现在调查港警的这个监警会 本身就能起到调查的作用 所以对五大诉求 其中的最核心的一条 要求成立独立派委员会 置之不理 那现在呢 最新的进展是 这个调查委员会里边 正在使用的这个机制 他其中的外籍专家 今天集体发表声明 决定辞职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他们 没有法定的权利 去发挥一个调查的作用 比如说 要求调查相关的文件 或者是传召证人 这个委员会 现在都没有这个权利 另外他们调查的范围 也只局限于香港警队内部的一关部门 给他们转过来的相关投诉 而不是独立的去开展深入的调查 调查整个市场 运动的这个真正的原因 或者是其中警察滥权的这个细节 他们都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这五名专家 觉得既然自己 起不到英语的效果 那就请辞 那么当然香港监警会的 有关人士 比如说他的主席权根邦 他就否认是辞职 只是工作 告一段落 我认为这个杨定刚先生的这个 回应啊 有点差点明白装骨头 那很显然是辞职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香港学界和这个议员这个阶层 他们也都针对这个 最新的外籍专家辞职这个圈 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的人呢 认为啊 这个恰恰说明 现有的机制根本不能充足需要 北京应该尽快的啊 同意设立这个独立下场委员会 才能起到应该有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北京展现诚意 或者说深的放软一点 让整个这个发展的半年的 这个反送的运动啊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啊 真正的啊 解决方案的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 也是非常的巧合 那就是下周12月16号啊 林郑月娥就会到北京处职 上一次他跟习近平见面 是在上海举行的进口播放会上 10月4号当时啊 习近平在会上对林郑的支持还是言忧在目 那就是中央对你是高度信任的 对你和广州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但很遗憾那是11月4号 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那就是10月24号 香港区域会选举建制派打败 这个事情很可能会从程序上 法定的一些资源上影响下一届的这个特首选举 北京对这个消息说法呢是有些震惊的 他们可能预感到会输 但是也没想到会输的这么惨烈 在这种弱的情况下 那北京应该是不会再公开的这么赤裸裸的 再来力挺林郑 应该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是对这个问题啊 不说不提不发表看法 那么实际上在这种节目点上 林郑确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号 他肯定要走了 只是用什么方式 他的替代人选是什么 这个可能是他去北京和老大老二 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见面以后 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林郑最难的 不是要向市民交代 而是向建制派交代 因为建制派说白了 输在了林郑手里 林郑就是建制派输掉了整个香港局面的 最大的工程 所以这个林郑可以说是挤头不讨好 北京肯定是觉得他给我搞出这么一趟的事来 建制派觉得本来好好的 我们在香港经营这么多年 结果你给搞成这样 那么范林就跟我们不用说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12月16号 他跟习近平见面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我们的感觉 如果习近平对香港的局面情况 掌握比较充分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放下身段 展现出一些柔软态度的时候了 好这就是这一期的世界的中国 欢迎您在推特上关注 并在YouTube里面搜索本节目的姊妹篇 评定天下 评论的评 安定的定 评定天下 刚才提到的马俊老师 以及赫老板 还有小平 还有众多的其他嘉宾 都会在那档节目里发声 就一些焦点问题 以及大家关注的其他问题 发表他们精彩的看法 那个节目 我再过几天 也会全力以赴的来做 欢迎大家捧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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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